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白星 今天要來跟各位做精闢分析的是我們全新修羅場 愛好折磨的敵人的壞習慣 止善 乘 止吹血 乘蛇咬之舞的這張科特卡牌 12月12號禮拜四的修羅場會退出 那張卡牌我們來跟各位分析一下它的技能的部分 基本上跟各位觀眾討論我覺得還蠻厲害的一張卡牌 科特 暗屬性的人類 主動技能蛇咬之舞CD9 看起來有點長 但是它的能力是一回合內排出 以外 水 暗 星 首批一消 所以如果搭配團長的記憶彈 團長再去吸那個記憶彈的話 或者你團長不一定要吸記憶彈啊 你隊伍當中有這個派克諾達的話 很容易可以做到砧板30消 我認為是這樣 很容易可以做到砧板30消 再來剛好觀眾提到一點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我們把蛇咬之舞搭配團長 他放在團長的旁邊 讓團長把他的能力吸過去以外 團長每回合都可以減1CD 那 那如何減1CD喔 歡迎去看這部影片喔 無限排版10CD喔 無限排版10CD喔 去看一下這部影片怎麼樣用 每回合都可以開團長技能 那你CD減得快 幾乎可以常常都是一消 而且是水暗星一消 沒有全部喔 但他只有CD9 比起飄來講 我覺得CD更短 然後剛好觀眾提到 如果裝備人類龍科 可以再減CD1 這點就很關鍵了 就我一進場 我可以用CD8的姿態 就可以開機了 CD8就可以開機了 所以是非常好用的 非常推薦大家 這張卡牌一定要去刷 一定要去刷 然後 然後 突然搭配丁爾把水珠切開是不是 喔是這樣子的 OKOK 那 再來這張卡牌 他的優勢在於我認為 他比10抽的那小獎來得更好 更好 真的我自己覺得 這是個人觀點 那當然大家有其他建議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下方來提提提 因為你看他能力 CD9比飄還CD還短 他還可以排出 然後再來你遇到手消光 手消 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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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火目光 你遇到手消禁消火目光的時候 他可以用 所以變成是 呃 運用他的這個技能 來做關卡的配置 我可以 一來我可以消高COMBO 二來我不會消到 我不想要消的 手消的那幾顆珠子 再來 我認為很多關卡 不需要一定要整版30消 所以 反而 他這個一半手臂一消的 我認為會比整版一消來得好 我自己覺得這樣會比較好用 理解嗎 OK喔 放姬亞 姬亞也OK阿 姬亞至少暗珠他可以一消阿 那個木珠是沒有一消是沒錯 可是無所謂阿 我就放他什麼隊伍都好用 他這個手臂一消 這幾乎什麼隊伍都很好用 所以我覺得他不太限制隊伍 懂嗎 這不只功能卡而有 而且他還有那個高傷害 因為COMBO數會蠻高的 而且你可以在一些 呃 什麼什麼什麼 電擊盾阿 什麼一些阿薩布魯盾的時候 你真是不用消就可以把版面消掉了 所以我這張卡牌 我非常建議大家一定要去弄一張 他會比現在的幻影旅團裡面的成員來的 小獎來的更好用 而且他是不用石頭的 所以一定要刷 那附贈的話我不建議阿 附贈我不建議 我覺得一張就好了 目前看起來是 附贈不建議 如果到時候搭配 團長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玩法 或許可以再試試看喔 例如說我們之前是無限 排珠十七流 那有沒有辦法做到無限 一消呢 思考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歡迎在留言下方來告訴我 你有更好的組織或更好的方式 都可以提提提提供 那也謝謝剛剛有些觀眾提出來的意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 那今天精闢分析就到這邊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按訂閱 右下人喜歡 訂閱旁邊的按鈕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精闢分析消息 記得追蹤我的IG 還有FB 掰掰 5 5 7 11 10 10 11